48岁天后李文coco生前身受忧郁症所苦 五日经传离世 震惊演艺圈 而其父商老公bruce因为在他生前曾有三次外遇传闻 因此背负渣男骂名 bruce日前发出复告 内容写下李文是他挚爱的妻子 我们仅以万分悲痛和不舍的心情通告 经过与抑郁症的长期斗争 李文coco于2023年7月5日离世 享年48岁 全部家人陪伴在侧 并将李文两位姐姐也列名 对此李文的二姐李思琳也挑出来打脸表示 这是他老公发的 并不是我准备的 微博8日传出一张截图 疑似为bruce IG账号 值得注意的是简介部分 以英文写下我一直对他很好 愿你安息 我亲爱的妻子李文 引起网友热烈讨论 不过该IG转为私密账号后 目前已搜寻不到账号 不过有网友眼间发现 该账号与bruce的名字有一字之差 认为应该不是bruce本人的账号 而是假账号 真相令人傻眼 另外还有网友晒出bruce的公司电话 要大家一起打去抗议 起料 李文二姐李思琳直接转发留言 写下这不是他公司 已经被撤职了很久 这公司真正的老板冯氏也被害惨了 你们不要打错电话 让bruce负伤身份遭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